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叫什么 颜真 那我的未婚妻 就叫颜真 别人都叫我小真 我不是别人 我是你男朋友 之前他说了是假的 不做说的 但我喜欢你是真的 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也都算数 原来 你真的不是泽家 我就珍珍这么一个女儿 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她 您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珍珍 我们就接受把人家 绿色 太阳了 你没办法 你不让人家 你不让人家 不是 你不让人家 你不让人家 我还不能暴露自己 祖教 好香啊 不过你哥的手冲技术也不错 尝尝 虽然我们是一样的 但既然有了雇佣关系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还是提前说清楚的好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 你说是吧 也不仔细看看 不怕我坑你啊 我一临时保镖 嫂子舍得坑我吗 当时嫂子可要小心了 不要被身边的人坑了 孤城不会的 如果是你 你会把账本放哪里 最了解大哥的 不应该是嫂子吗 怎么还问我 你哥不是什么都跟你说吗 那我猜 大概在 只有你们俩才知道的地方吧 走吧 保镖 去哪儿 不下车 我先去买点东西 不然空着手 楚心看见我肯定要闹 你先进去吧 行 大成哥 今天我们得早点去 那小龙虾特别火 好的吗 有什么事 您随时联系我 颜总 上门兴师问罪呢 怎么说话呢 明明是你做错事情 还这么蛮横 谁叫你的 道歉 停什么呀 那我说的都是实话 他就是楚心积虑地 要抢楚家的家产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妈 我劝你 离他远点 你就是天煞孤星逐日命 财运清缘都没有 楚心 妈 别生气 心心还小 他就是天煞孤星 谁靠近他谁倒霉 楚心 你 放在壁上 这 这给我的 这蛋糕也太好看了 你说你 有家不住住酒店 这回来这么久了 一共就在家吃了三顿饭 妈 我做西碗 怕影响您休息 我 我也怕影响您休息 我也想住外面 你就想着吧 吃蛋糕去 这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没事 细细性子值 则家的事 对他打击很大 妈 我都两周没来看您了 公司的事您放心 妈放心 妈放心 公司交给你啊 我是一百个放心 但是 楚氏集团 毕竟规模不小 有些管理方式呢 还是不能太过激 明白 但是人善被人欺 有时候先下手才能自保 燕真 有些话呢 我这个做婆婆的 不该说 但泽家至今下落不明 你又这么年轻 有何事的 咱们就试一试 妈 公司现在事事都离不开嫂子 嫂子应该以工作为重 这话让你说的 难道恋爱就不能工作了 再说你不是回来了吗 可以替嫂子多分担一些 这样 有何事的呢 妈帮你物色着 咱们就处处看 都听您的 嫂子 不是还有东西要去我 够房间拿吗 我帮你开门 妈 我先去泽家房间了 好 去吧 好 去吧 这个 这里跟四年前 几乎没有变化 什么 在一起 我已经想起来 被查房的感觉 怎么感觉 在查我哥的房啊 泽家爱干净 又不爱打扫 就是少爷脾气 虽然都是阿姨打扫的 但是我有给他好处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杂书 我也喜欢这些 所以嫂子跟我哥 会经常讨论一些 奇奇怪怪的问题吗 我们抽味相同 棋封对手 他竟然想查 不如给他点提示 这账本 会在哪儿呢 桌子 柜子 桌子底下 我觉得 应该不在这儿 那你觉得 应该在哪儿 比如 第一次相遇 或者 第一次接完 第一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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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伞 差不多 第一次相遇 被你打扭 第二次相遇 当一片雲回来 雨擠落下来 丢刷深刻心底的阴霾 我曾看见你在夜色里推开 我曾听见爱在心脏里澎湃 我的世界被漫天大雪覆盖 却还执着寻找等你想我 我警告你 别再做什么小动作 否则别怪我不保你 她循环着挣扎 承诺在回答她的谎话 借情推来我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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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好吗 你最下关还是放手吧 我的青春是燃烧喧哗 你的城堡却为这里吧 就让大雨里心上山 我转身傍晚 你的怀远就买了童话 我全留在枯萎的地方 好的 聊 hippie 李嘉为